近日,日本汽车欧洲研发高级副总裁大卫·莫斯表示,日产汽车已经成功开发出全固态电池,目标是到2025年开始试生产,并于2028年量产一款由全固态电池驱动的电动机器。 国内固态电池板块也在爆发,不少企业也下场开始了固态电池的研发进程,国内已经有部分车企推出了搭载半固态电池的电动车,我们知道对于电动汽车的发展来说,电池技术的进步是整个电动汽车发展与竞争的关键一环。 由于固态电池有续航持久、回血快、寿命长的特点,因此它很可能是下一阶段的电动汽车竞争的重要的变革性技术。 如果日本固态电池真的能落地,对中国车企来说可能是个危机。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电动汽车的核心成本就在电池上,从电动汽车的未来方向来看,电池技术的瓶颈是限制整个电动汽车突破的核心一环。 目前电池存在续航短板,充电时间长,以及电池寿命衰减,冬天怕冷,夏天怕热等局限。 谁能在这一环攻克行业痛点,实现用户体验层面的突飞猛进,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特斯拉日前的重大进展也是在电池技术上,4680电池相较于前一代电池,4680电池在能量方面提高5倍, 续航里程提高16%,动力方面提高6倍,成本方面降低14%。 这种圆柱电池采用大电芯,单提比小圆柱电池要大5-6倍,系统集成效果会更高,并且其生产自动化程度高,标准比较统一,后期的能量密度也会较高。 特斯拉提出的干电极技术,相比传统的施法技术,干法电极成膜的均匀度和一致性更难控制。 而电动汽车电池的电极又较大较厚,因此生产的难度更高。 不过从进展来看,特斯拉正在将4680电池带入规模量产的前夜,也加速了行业对于大圆柱电池的关注与跟进。 目前已经有不少整车厂,电池厂商已经在快速跟进。 不过特斯拉的4680电池依然是液态电池的延续性创新,而固态电池其实已经走出了这种延续性创新路径。 从类型来看,目前市面上的动力电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磷酸铁锂电池,另一种是三元锂电池。 三元锂电池能量密度更高,续航里程更长,但由于安全性差的短板,已经逐步被磷酸铁锂所取代。 目前大多数新能源起火事故都和三元锂电池有关。 这两种电池的结构差不多,主要由正极、隔膜、负极再灌上电解液制造而成,它们统称为液态电池。 固态电池与现今普遍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不同的是,它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的电池。 固体的电解质,具有的密度以及结构可以让更多带电离子聚集在一端,传导更大的电流,进而提升电池容量。 此外,它采用锂、钠制成的玻璃化合物为传导物质取代以往锂电池的电解液,大大提升锂电池的能量密度。 简单来说,与目前的锂电池相比,固态电池优势相当明显。 首先是它的充电速度可提高几倍以上,而且不受温度限制。 其次是能量密度翻倍,续航里程达到1000千米以上。 更重要的是,由于固态电解质具有不可燃性、无腐蚀性、无挥发、不会漏液等特性,化学性质更稳定,穿测后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某种程度上,固态电池算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 日产虽然是首家宣称已经成功开发出全固态电池的企业,但目前包括大众、丰田等传统车企、蔚来、合创等新势力品牌,以及宁德时代等电池企业都对固态电池有研究开发规划。 我们需要承认别人的优秀,但成功开发和成功量产是两个概念。 日产自己也说了,直到2025年才开始试生产,2028年才会量产。 而在这之前,中国电车企业依靠电池技术与生产优势,以及大比重的市场份额依旧引领全球电车市场。 全球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前两名分别是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市场份额分别是37.1%和13.6%。 韩国LG和松下控股分别以12.3%和7.7%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三和第四位。 在全球市场上,占有率排名前十的企业之中,中国企业占据了六个席位,市场占有率合计超过60%。 小编就以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为例。 去年6月23日,宁德时代正式发布CTP3.0电池及麒麟电池。 据宁德时代方面介绍,麒麟电池的体积利用率突破72%,能量密度可达到255千瓦时每千克。 在相同的化学体系同等电池包尺寸下,麒麟电池包的电量相比4680系统可提升13%。 2月21日,有投资者向宁德时代提问,媒体报道麒麟电池今年一季度即将投产,请问是否属实? 公司回答表示,麒麟电池预计将于2023年一季度量产。 小编在前面提到了特斯拉的4680大原柱电池,麒麟电池没出来之前,它是上一个在电池领域引发关注的产品。 据了解,4680是特斯拉的第三代电芯产品,相比此前采用的2170电池,4680电池体积更大,单位体能相比一般电池提升6倍,功力输出提升6倍,成本降低14%,搭载该电池的整车续航可提高16%,不仅如此,4680电池还采用激光无极耳技术,去掉了电池主要发热部件,以减小内阻,电池的热稳定可控性更高。 特斯拉CEO 埃隆·马斯克曾直言,这种电池是技术上的巨大突破,将使它的公司生产售价2.5万美元的电动汽车成为可能。 特斯拉预计4680电池在2022年底产能将达到100几瓦时左右,松下LG新能源也相继投建产线,产能预计也将在2023年前后陆续释放。 与4680电池相比,麒麟电池属于方形电池,采用无模组设计,是将成百上千个电芯直接布置于箱体,省去了多个电芯组装成模组的环节。 相比于此前的电池包模式,CTP方案,能将电池包的空间利用率提高15%至20%,电池组件零部件减少40%,生产效率提高50%,也能有效降低电池成本。 同时,此次麒麟电池使用了电芯大面冷却技术,基于电芯变化将水冷功能置于电芯之间,使换热面积扩大4倍,因此将电芯空温时间缩短至原来的一半,支持5分钟快速热启动及10分钟快充。 有观点认为,麒麟电池能量密度续航里程相比4680电池更高,对新能源汽车赛道将是一项重大突破。 电池续航与安全一直是制约电动汽车普及的关键,一旦持续了重大突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力将继续提升。 华东汽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圆柱电池有可能与方形电池共存,在目前技术条件下,两种电池都有各自适用的场景,有望共同成为主流。 正如目前三元锂电池与磷酸铁锂电池共存一样,为用户减少焦虑的多种技术探索都是有价值的。 目前,动力电池技术处于百花齐放的阶段,除了全固态电池还需要若干年的努力才能实现商业化量产之外,从材料上看,高镍电池,无骨电池,无镍无骨电池,果冻电池等已经相继开始研发或发布,从外形上分类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已经量产,大圆柱电池,麒麟电池也即将量产使用。 多种技术路线的竞争既可以互相激励,加速创新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市场层面的洗牌和淘汰,从而使真正优秀的产品脱颖而出。 不过对于固态电池的研发,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从国内电池技术的积累与各家的推进来看,国产的固态电池的突破或许也只是时间问题, 只不过从当前来看,国内需要有更早的准备以及更大的危机感来面对未来的竞争,我们对国产电池技术的突破也始终保持期待。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日起的固态电池有可能弯到超车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